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开了五个城市报名 所以老是有人觉得 好像男嘉宾看来看去 就是北京 上海 广州那几个城市的特别多 就没我们那儿的 所以难得有一个来自某个城市的人一上 当地媒体特别关注 比如说我们前不久 来了一个包头的一个男嘉宾 那个小伙子上了之后 当地媒体那报纸一大整百 都是那小伙子上《非诚勿扰》的事儿 成不成先不管 这事儿当地媒体非常关注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也非常感谢全国各地媒体 对我们节目的这种关注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一共只有五个报名点 但是我们这五个报名点 也不停地在变化 我们也会在一些城市 陆续地搞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就做了 青岛 大连 杭州 哈尔滨 西安 等很多城市 我们进行一些推广 进行现场报名 其中我还记得 起码西安和哈尔滨这两场 我是到现场的 如果下半年可能的话 我也会参加到这个报名活动当中 去更多的城市和大家见面 关注我们的报名信息 没准过不了多久 我们的报名点 就会到了你家门口 欢迎乐嘉老师 黄翰老师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她们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上场的4号女嘉宾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张爽 来自天津 现在在一家综合金融公司 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很开心来到《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我是11月11日光棍节出生的姑娘 我希望通过《非诚勿扰》的节目 能够在今年的光棍节之前 结束我的单身生活 谢谢 22号 大家好 我叫吴娟 我来自天津 作为一位女性 我柔顺温暖 作为一名母亲 我慈爱包容 我曾经认为李懿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 但真实基于这个点 我可以勾勒出更加激昂的紧致 污点 有那么夸张吗 是吧 好吓人了 这是人生的 我最多认为这是一段经历吧 对 对 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正因为如此 我现在变得更加的会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 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在这里 找到那位跟我相伴医生的人 因为今天是我孩子的生日 不知道可以吗 我想说几句话送给我的孩子 我的宝贝 虽然妈妈不能时时刻刻陪在你的身边 但是我希望你快乐 永远的快乐 妈妈答应你 或在这里认识一位大朋友给你介绍认识 那么我也希望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你能把你的小朋友和小伙伴 介绍给妈妈认识 我们就这样相互约定吧 这个大朋友呢 我相信他一定会带你打篮球 陪你一起跑步 所以希望你也鼓励妈妈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尽快 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签手成功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她们都将获得娃哈哈营养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爱情海之旅 女嘉宾将获得奥康鞋 特别提供的时尚水晶鞋 作为爱情纪念 我们希望各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 过程当中登陆新浪上的 我们江苏卫视《非诚勿扰》 节目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准备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谦 今年29岁 来自湖北武汉 谢谢大家 李谦 欢迎你 表情很丰富啊 看看场上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你看那些女孩 我看看报纸 我的英文很好 看一看国外的一些什么消息 24位女生对李谦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9号 男嘉宾 男嘉宾的表情很多 看上去很不稳重 我不是很喜欢 不好意思 表情太多了点是吧 对 一个人感觉很不稳重的样子 所以这多难呢 他要板着一张脸 一点表情 他说看你这张脸 长得一点都不生动 就很自然和笑就可以了 太油了 几枚弄眼 这不好弄 分寸 很不好掌握 11号 我觉得男嘉宾今天特别紧张 然后她的眼球一直转了转 可爱 可以 好的 我们来看她的基本质量 嘿 我是李谦 一滴滴到老的武汉大男孩 成都大家所见 凤舞刺激了我 阳光的外表 挺拔的身材 以至于走在人群中 不会被淹没 目前在一家国企供职 稳定 无负担 本人无任何不良嗜好 具备好男男的天然成分 朋友们都说我是时尚控 构得上潮人标准 也许生来具备一副明星脸吧 尤其对我的鼻子是特别满意 我觉得此鼻 丝毫不去说有我老相吴彦祖 我这个人心思缜密 善于独心 可能交流的时候 他能一个眼神一个举动 我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个人还有个小句号 走在路上喜欢捉摸一对男女的关系 感觉猜得很准 事实证明一样很准 这次来到《非诚勿扰》了 主要是想想 见一见20位女嘉宾和乐师傅 探讨一下独心术 还有就是想知道孟爷爷口中的王刚 究竟是何许人也啊 谢谢大家 3号 嗨 男嘉宾 你说你会读心术 那你能看出来我是做什么的吗 不是读职业 而是读一种性格 然后两人的关系 那或者你来读一下我的性格 性格应该偏重于文静吧 然后略带一点苏女 完全不对 对 我跟23号在台下是纯爷们 对 他的语言 他前面已经讲过 他非常擅长读出来 一男一女是什么关系 这是他的专业 我觉得这个 到底是一种能力 还是一种爱好 这很难说 很多人一辈子到临死都没搞清楚 他的爱好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跟你开个玩笑 来 去那找一下吧 我们印证一下 这个穿大裤衩这个 这哥们旁边坐着两个女生 你来猜一下 先猜他和这个黑衣服的这姑娘 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他们 他俩是一起来的 什么关系 一起来 这500多人都一起来的 一起来 你怎么好意思说 什么关系 他们俩 应该是比较亲密的关系吧 不是情侣 就是爱人 你给点准话好吗 男女朋友还是夫妻 还是什么 大胆猜一下 猜出来不要怪我 没事 最多给你一本 夫妻 夫妻是吧 再猜一下 她和旁边那个戴白框眼镜的姑娘 她们之间什么关系 好朋友吧 好朋友 哪一种 就是同事 表妹吗 是表妹那种吗 不是表妹 不是表妹 确定不是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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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号称自己懂读星术的 我来问一下 你把麦给我 我来问 美女 你跟旁边这些人什么关系 不认识 人家不认识 来 姑娘 你说说跟这个大股肠 这哥们什么关系 亲妹妹 人家是亲妹妹 表妹都不是 亲妹妹 你以后还出去跟人说 你擅长读星术吗 她的表情把我搞误导了 对啊 所以我跟你开个玩笑嘛 对 我就没看出来 我也以为她们俩是一起来的 然后她跟她没关系 因为她跟她坐得近 她跟她坐得远 然后 对 所以这东西我觉得 你怎么学的呀 是 我就学不会 从哪儿学的 买的都是什么书看的 我没看过书 孙末爷说的话 纯粹个人爱好 对 其实有些东西 听上去就不靠谱 你看这个 有些东西吧 你看我听到什么什么书 我就会产生一点小的联想 你看什么什么书 穿墙树 18号 小冰 你好 我觉得你戴个眼镜的话 会更像憨斗 她比憨斗帅吧 我觉得憨斗可爱一点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那个 多动症啊 没有多动症 只是表情比较丰富一点吧 你平时爱作弄人家吗 这个不敢当着 不敢当着全国观众面说 那就是有了 再跟他下一条片子 我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五年前 那时的我都快结婚了 只是他一直惦恋着他的前男友 并时不时拿出来和我做比较 这让我很不爽很不爽 终于有一次我爆发了 冲动之下说说了分手 其实只是想让他提高注意 来哄护我 随之天意弄人 假提醒变成了真分手 之后他经历了结婚离异再婚 我都在单身中受尽煎熬 如今的我稳重了淡定了 对心爱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也不会轻易把分手二字挂嘴边 《变形金刚3》也有书 老婆开心 后半辈子都快乐 我只想对某人输 我会陪你一直快乐地走下去 谢谢大家 1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跟你也是有相同的 那个情感经历 我的前男友也是一直喜欢说 他的前女友 那个时候我就特想捏死他 他现在还活着吗 还活着 当时他跟你老师总是提起 他的前女友跟你做对比 他是对比什么东西 他经常会 就是很自然地 就是在生活中某一方面 他就会提到 包括外表啊 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 他都会提 就是无时无刻的那种感觉 这你嘉宾说得很有意思 那你的那个前女友 他是为什么 通常会是什么 什么时候提 比如说我连续两天 在一个车站 碰到一个女孩子 然后我第二天就很自然地 跟他说 讲个笑话就说了 我说我连续两次都碰到了 然后他又跟我说 他说你的心完全不在我身上 然后看别人 我说如果说我两天同样 看到一个小猫小狗 我也会跟你说 不在乎人 而是在乎这件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说 没提前男友 他又说我的前男友 他又说我的前男友 你居然是不会不知道怎么样 他又说 对 把他给 我觉得他提的没有错 那你自己神经病 你跟他去讲 你这两个女儿干什么 他说这句话 其实是希望 你在你的心目当中 希望你把它放得更加重要 站在他的角度上 很容易可以来理解 对 那如果要是真是这么较真的话 我觉得你 他那前女友不对 那这男的遇到 人家就是因为信任你 觉得可以交流才跟你说 我看到你女孩 如果总不说总不说 那这个女孩后来想 也是因为我信任你 我跟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信任你我才说的 其实是啊 所以我觉得提一下 如果不是像那女孩说的 好像就是 总是用来刺激你 特地刺激你的话 对 从目的心上有几种可能 几种可能 一种是口不择言 没心没肺 根本脑子别往那上去 还有一种就是 诚心要羞辱你 还有一种就是 他希望你能够提高 他还有一种是 他真不满意 他希望你能做得更好 10号 男嘉宾 您好 其实站在女生的角度 我可以给你点小小的建议 就是我有时候呢 会对我心仪的男生 适当地提及一下我的前男友 我主要是想要试探他的反应 其实男人有一点 适当地吃醋的时候 是非常可爱的 我想要观察他 到底是不是在意我 我想你是不是有的时候 太过地多想了 关键是您要把这个度长 他想握得收放自如 控制得拿捏得很好 这是一个技巧 对 不容易的 这个玩大了之后 一怒之下 就像你要碰到像 这么彪悍的男人 再见 你就爱上哪儿去吧 好 下一条文章 一会儿就快三十了 内心浪漫的我 一直渴望爱情 渴望婚姻 如今的我 早已成为了 不得不扣的结婚房 一得钱我就会想 我未来的老婆长得什么样 我的婚礼该如何设计 我们的蜜月去哪里渡呢 我也无处是憧憬 婚后的生活该如何 甚至连我孩子的名字 我的想好 这次来到分层物了 想很快牵走一位女孩 给她展开一场闪电式的恋爱 在我的朋友面前大秀恩赖 因为他们都曾调堂我说 我一上场 24战争会全灭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悲剧 怎么可能在我身上发生呢 这个 这个悲剧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是吧 对 这男嘉宾啊 我觉得你想得有点超前了 就该想的没想 比如说现在想的是婚礼 在哪儿办呢 我觉得你可以先想想 我在哪个地方 更可能遇到我的心动女生啊 我约会的时候该怎么样啊 我倒跟你看法不太一样 不太同意人生 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我要想我是个女孩的话 我起码现在是愿意 开始一段感情 一段爱情 我碰到一男人跟疯了一样的 我要结婚 我马上要结婚 干什么啊 我还想好好恋爱一段 来一个人就是 三天之后就说 这样 亲爱的 我们什么时候就领证 再过两天说 婚纱在哪儿定 你女孩不害怕啊 对吧 所以你这个事可以放在心里 先搁住 别让人感觉到 你那么猴急猴急的要结婚 对吧 你先处个三五个月 哪怕你咬着牙 忍个半年 你说 哎 亲爱的 我们半年了 你看 对不对 感情到了一定程度 再往下说 你别一开始 那婚戒 那么大一个玻璃 给拿出来 给人看着 多吓人这个 但是那有一点真不怪你 我觉得就像 表情丰富一点 活泼一点 没事 不是他们都说的那样 谁愿意看着成天 死板着一张脸 一点表情都没有的 这个没事 谢谢乐师傅 谢谢慕爷爷 我收回刚才说过的一切话 我被气到了 好 正如你们笑言 24终于变成了0 但可不是第一轮 就叫这样的了 也许我的火候还不够吧 至于开始说的独心术法 虽然猜错了 但是我觉得 只是作为个人的一个兴趣 爱好 然后去研究一下 至于说有些女嘉宾说 我的面目表情很丰富 我觉得 这是能者见能的问题吧 最后谢谢我的妈妈 又一次没有给你惊喜 不过我相信 在生活中 我很快会给你带回来 一个儿媳妇的 谢谢 那小伙子走得也太快了 那张英文报纸 我才看个开头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各位观众好 24位女嘉宾好 我叫齐凯 齐连任的齐 凯旋的凯 我来自长州 我是一个扬州人 古代 在古代的时候呢 南京称金陵 扬州称广陵 长州称兰陵 广陵养育了我 让我成长 兰陵给了我工作和事业 我希望今天能在 能在金陵这个地方 找到我自己的真爱 谢谢大家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齐凯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位女生 不喜欢哪一位 这是我今天给三位老师 准备的礼物 这个是黄涵老师的 百合 因为它本身象征的寓意 是百年好合 然后黄涵老师 每次在节目上 为大家做的事情 都是让我们能够洗劫年里 能够在一起 能够两个完全不同地方的人 我和乐嘉做的事 都是破坏别人婚姻吗 对 我也挺想 真听不下去 这个乱排马屁 没关系 你说我爱听 谢谢黄涵老师 然后玫瑰是因为 给人玫瑰手留余香嘛 黄涵老师一直 也做的是这样的事 好 特别喜欢 所以这两朵花 谢谢 而且这两朵花 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那这可以好好看看 你会做手工啊 而且你亲手做的意思是 你这个东西是 全部的材料都是 这个纸原来就是材质 要手揉 然后我握了以后 一步一步做出来 然后乐嘉老师 就是因为你是研究心理学的 然后这本书是 我不敢 我没有资格研究 我只是业余时间 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性格而已 对 您在业余心理界 是最专业的 不敢 完全不敢 票友 票友 爱好者 爱好者 对 我也一样 像我在公务员里面 公务员队伍里面 就是歌唱得最好 歌唱界我导演导得最棒 导演界我演戏演得最好 你最厉害 对 对 这年头就是讲个综合素质 就要跟姚明比批刹 跟潘长江比个大 跟美国总统奥巴马 比说中国话 然后这本书 是我小的时候看的 我觉得因为 哎呀 是吗 太珍贵了 这么珍贵的礼物 对 因为这本书的年纪 比我还大一岁 是吗 对 然后这位尼伦伯格 他也是 就是他和你一样就很 这是我的偶像 哎 太太太巧了 谢谢 谢谢 感谢 感谢 好珍贵啊 好了 轮到我了 乐佳老师是因为 不 孟非老师 你从哪儿把门开开 让他回去 错了 因为我网上看您的微博 看到您曾经说过 您在西安生活过一段时间 然后对 三个月 三个月 对 我就是看到的微博 他说他曾经短暂地回过一次西安 只去了一趟回民街 对钟鼓楼那边很怀念 很想看一看 我就特地用保丽来相机拍了一张 带给您 希望你喜欢 我刚才 幸好你说完了 要不然我就说 他们那个黄老师手工做的 也是花一本那么古老的书 到我这儿就是一张 拜托好不好 他跟你的情感最深 李最轻 情义最重 我说他从哪儿 搞一张明信片给我 还他自个儿拍的 这个挺意义复合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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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选过了 是吧 对 好 他们还没选你呢 好 24位女生 对齐恺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一般呢 过去 就是有的商量男嘉宾送我们三个人 这个开场聊的话太啰嗦太长的时候 有些女孩会很不耐烦灭灯比较多 刚才这一段时间也不短 24盏灯全亮着 你以为是什么原因 肯定不是我长得帅吗 这个有多大原因我不知道 起码里边我觉得或多或少有 18号你很好 我特别喜欢你这样 我觉得他自信爆盘 过度了 过度了 但是我想回答一下 因为既然来到这个地方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话 又怎么能希望24位女嘉宾相信我 22 女嘉宾巧舌如簧 并且不识幽默 但是他语速讲话比较快 不识用 巧舌如簧 这是夸人吗 我不知道他语速这么快 是因为紧张 还是因为他脾气比较急躁 他一不紧张 二不急躁 就是说反应比较灵活而已 谢谢大家老师 是真心话 绝对真心 我说我对你说的是真心话 我对你的回应也是真心的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齐凯 六出齐山的齐 凯旋而归的凯 性别男 爱好女 出场26年 目前运行状态一切良好 无明显实用痕迹 标称180 实际179 长得如您所见 不黑不白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不丑不帅 走在街头不会因为影响是容被捕 当然也不会因为长得帅 而令领导照顾一点 女同事多看一点 学历不高不低 曾就读于正规全日制三流文科 2006至2010年 最难找工作排行第二的国际经贸专业 2010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 进入国家税务局工作 我拥有国际餐饮业协会 承认的二级西点师执照 能够轻松煎 煮 炒 炸 各种家常菜料 能够熟练制作各式面包 蛋糕 蛋塔 提拉米苏和披萨 熟练掌握全世界所有智能手机的 刷机升级技巧 能够解决所有电脑的升级 装机和病毒木马问题 入得厅堂 下得厨房 绝对是您一人在手 十项全能 百依百顺 千载难逢 万事无忧 是您居家旅行 生儿育女 必备两半 你是不是 是能说啊 你是不是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经常参加一些什么演出啊 或者什么演讲啊这样的活动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穿着裤衩 演过斯巴达克斯 然后大学的时候 是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 谢谢 14号 你好 蓝嘉宾 就是你能不能这样 就是 不是 这样 我看你的那个跟这样子 你都是这样 我没明白 就是你说话的时候 把那个下巴低一点 不要总是仰着头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 主要是眼镜掉下来了 想看清楚一点 这个其实很 有的时候跟人交往的时候 这个姿态挺重要的 对 要放低 老是这样的话 就给人感觉有人骂人就说 他总是拿鼻孔砍人 老是这样感觉跟什么一样 8号 蓝嘉宾 你好 刚刚您介绍说 您在大学里 是文艺部的副部长 对 然后我在大学里 是文艺部的正部长 比你高了半格 但是说您的这个性格 这么地活跃 但是我却有些时候 我会活跃不起来 我想问一下 您有什么窍门吗 你是作为学生会的话 你不是要去自嗨的 你是为所有的学生 为大家去服务的 但是一般我是做正部长的时候 我只需要站到那里 有那个气场 因为我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已经很嗨了 我再开始来就算 他们俩如果走到一块 最后结婚 家里边应该挂一块匾 部长之家 好 来看她的情感经历 都说人生如戏 其实人生真的和演戏很像 曾经我以为 如果一个女孩子 从我的人生独角戏里 来了又走了 一定是嫌戏份不够 但后来渐渐懂得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片酬 曾经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她的家世背景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她的家世背景非常好 就像奋斗里的 陆涛和米莱一样 最终发现 大家其实完全是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她希望能够给予我 让我少奋斗 几十年的帮助 但是我真的不想 做一个吃软饭的人 我不是个富二代 家境也不算很好 我所有的一切 都来自于我自己的双手 但既然我承诺了给你幸福 我就一定尽我所能 这女孩家境好到什么程度 已经是六部上书级别了 那我们就明白了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定义吃软饭的 吃软饭就是因为 她当时跟我说的就是 她说我现在有房有车 月薪几十万 然后她说你过来的话 我可以帮你 把一切都解决了 你就不用工作 在家里面待着 一直都会有这样两种分歧 他们就会觉得 男性一定要比女性强 否则的话 这个男性的自尊 就没有办法体现 或者他没办法接受 我不这样认为 她说你不要工作了 那你要工作不就可以了吗 她有房有车有地位 生活不仅仅是这个东西 我再买套房 再买套车不行吗 不啊 除了房子车 生活就没别的了 比如我可以给你乐趣 我比你会唱歌 我比你会说 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觉得这个上面 最主要的可能是 我怀疑可能不仅仅 经济上的问题 是因为女孩 因为家世背景比较好 所以她的性格上面 潜移默化当中 她可能自己都觉察不到 有一种非常跋扈的东西 那是另外 而这种东西 让她感觉很不舒服 对 那是另外一个东西 我很少想总 我特别讨厌当主持人 老想总结什么事 但是现在我要总结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 说到一个共养这个词 可能要比吃软饭好一点 但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是否能够接受 一种共养关系 我以为未必就一定不可以 或者男人接受了之后 就一定有损于人格或者尊严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 有两个前提 作为男人 作为女人 你们有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对 这是一条 第二 有没有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 感受到相互尊重的感情 如果有这种相互尊重的感情 你又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这种供养是完全可以 能够接受的 谢谢 其实我刚刚听到 孟菲老师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 之所以可以这样对你 第一呢 这是她条件好 她家里条件好 不是她的错 她家里条件好 她看上你可以给你这些 说明她真的爱你 另外呢 其实很多男生不能接受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 没办法找一个方式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其实我反而觉得 可以接受这样 可以接受这种方式 然后在一定程度上 再发展自己 证明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 谢谢 但是我想声明一下就是 我觉得最好男人 还是要有自己的双脚 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 好的 那我们来看她的朋友 对吧 日子期望这么多年 我觉得她有两点 给我很深的印象 第一就是她很关心她的父母 每当到了父母节 五一节的时候 她总会给她父母送上来物 地上问候 最重要的是她会发消息给我 让我不要忘记 这两个重要的节目 第二呢 是我觉得她很懂得 讨女孩子欢心 知道怎样疼女孩子 我想每位女嘉宾 跟她牵手成功之后 就会知道了 她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挨折腾 喜欢在全国各地到处玩 然后她时不时会 都会叫上我去参加 各种汽车展 游戏展 像China Joy一样 第一次看到她 感觉这小子还挺时尚的 穿的也挺有饭 后来想起来久了 发现她是一个 经理很旺盛的人 经常拿着兄弟们 一起看电影 逛街 说实话 两个大男人 一起去看这些事 真的是相当的悲剧 我想问一下 那个六部上书的闺女 会在看我们节目吗 我希望她不要看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看 你越不希望的事情 越会发生 莫菲定律 莫菲在你旁边 认识一下 Eddie 莫菲 好 开玩笑 再见 很一刚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没有想到 自己刚开始第一轮 能够留到24盏灯 这么好的成绩 所以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在台上脑子一片空白 就其实也没有表现出 自己最好的状态 虽然在台上 没有能够最终牵手 但是我希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喜欢我的 可以跟我联系 这么好的男人 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运气很好 就在本期《非诚勿扰》 我在脑子里边做一个假设 如果生活可以重来一次 那个选择题 再一次摆到她的面前 你知道我说的 这个选择题是什么吗 你估计她会怎么说 她会怎么说 她会毅然决然地说 哪怕再给我试试 我还是说不不不不不不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160 您可以收到 邻家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来到 《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报名方式 可以通过江苏卫视的官方网站 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卫视 唯一指定的婚恋网 百合网 QQ家园 腾讯微博 报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非诚勿扰》 介会的话 出 conference 2018 目前年纪录号 没有对的 谢谢 喝水 могу取 heraus 被再见 美对的 Summer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球光蕾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对球光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7号 男嘉宾刚刚上来 我觉得他笑得有点傻 就是 男嘉宾 你能微笑一下给我看一下吗 就微微笑一下 给我准备一下 稍等 他笑开了一时收不回来 我喜欢那样的情绪太饱满对吧 您知道对 7号 就是他有点太过饱满了 看有点缺 来 我们看他的基本资料 不论是 男嘉宾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 他 就是他 没有错 就是他 他他他他 他的名字叫做球光蕾 他生产于天龙交手 生产日期是一九八五年8月二十四日 据说他生的那一天天陷异象 只听咣当一声大雷 他来到了这个市场 真的吗 是的 没有错 球棒雷 咣当一声大雷 这么夸张 但是他现在被积压在了北京 虽然积压依旧是畅销过 厂家决定要么就不卖 要卖就叫一个最好的买家 为什么畅销呢 这件事情还要听我从头到来 在大学期间 他一直带着学生会主席的职务 并且在大二的时候 他就开始进入社会开始实习 实习中他有了很多的生活 什么生活 他的生活就是 他有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一个相当伟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他以后再也不要争取了 好厉害哦 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哦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打四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上市了吗 他的公司倒闭了 真是有够微醉 是啊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他在两千零八年 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开始了他的奋斗生活 那段奋斗的日子 真的是刻骨铭心 十分的悲惨 浑身上下真的是一文不铭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 他处在了身上所有的钱 发现只有两块二毛钱 但是他依然要健康的生活 他决定他要去买一份早餐 对 来到建品锅子吧 达哥 建品锅子卖吧 他卖我 增菜要钱吗 不要钱 能要钱吗 这孩子有毛病吧 达哥 要点钱吧 秘书多少钱 三毛 那给你假份整饭 然后吧 好 达哥 我来份不要粉菜了 好 啊 是有够微醉 是啊 但是那个维持的生活 真的就过去了 他现在公司已经稳定了 他现在决定在这里 找到他的真爱 各位女嘉宾们 留住你们手中的灯 现在记住 他已破玩家 一转灯 一转灯 让你留住手中的灯 他就属于你了 北京球光磊 已值得拥有 现场已经有朋友 打电话来了 各位女嘉宾们 你们还犹豫什么呢 赶紧留住手中的灯 现在留灯 他有机会获得 精美数码相撞一步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哎呀 真的应该感谢 我们的外拍导演 制作出这么好玩的 一个短片 我问你那段片子 拍了几次 还是一气呵成 至少三次 至少 我说 主体结构就一次 但是我拍了些很多的片段 分切过两次 对对对 差不多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词全你写的 对 没错 我想知道 你的人生的偶像 是不是一个叫猴总的人 我们切成了 开玩笑还是真的 开玩笑 好玩吧 这片子做的 我觉得至少看出来 我感觉他身体健康 这个同时期保重点都可以 而且他能够从头到尾 一直保持着高强的抗份 这个情绪 保满的情绪 但我觉得你找的 那个搭子也很不错 不知道从哪里给你找来的 大悦同学 大家看出来 为什么他有这么 饱满的情绪 我想你推荐 18号 对创业做生意特别 有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知道吗 赚不赚钱 根本无所谓 重要的是做生意 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也是自己创业的 然后自己也有一家公司 也是08年开始做的 我也在北京 然后虽然刚才那个短片很搞笑 然后其实我知道 创业的时候有多艰辛 所以我曾经就一个人 在美国苹果总部下面 站了7个小时 就为了等一个生意伙伴 因为他不下来 我们公司就要倒掉了 所以我真的是 特别特别理解你 然后也就是支持你 谢谢 我们还是得说一下 你在做什么 是我没有看清楚吗 要不然我就真的会以为 你是做就是猴总那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是一个互联网的企业 本来我今天带了三个小礼物 给三位老师 但是因为那个 现在都不收礼物 对 对 你下次这样带一些那个 生鲜的 可以现场吃的 不用上交 其他的什么电子产品 我们都要交上去 没问题 你带点水果 什么冰淇淋 我都挺好的 就是我们现场就吃了 好的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我之前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我们两个相约好 一起出国 我骗了他 我并没有去办我的签证 我要打拼 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 打拼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我不希望把这份痛苦 让他跟我一起承担 结果我们还是分开了 分开之后 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 直到今年的年初 公司稳定了 我才觉得 我应该把我的心窗打开了 这个时候呢 一个女生闯进了我的生活 从见到她的第一面开始 我就觉得 她就是我未来的女朋友了 她的一拼一笑 一举一动 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我晚上失觉前 要想着她 才能睡得着 早上起来 没有睁眼睛的时候 我会拿起我的电脑 看她 今天这一天心情好开心啊 我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 可是就在十分钟前 我对面的导演告诉我 南京那边 刚刚来了一个电话 我的心动女生 已经被人领走了 没错 就是台上飞风舞蹈的女嘉宾 天啊 这个世界上 还有像我 如此悲催的人吗 好 等一等等一等 先不要灭我的灯 各位女嘉宾 先守一下留情 我相信很多女嘉宾 也应该有过 跟我类似的经历 喜欢一个男生 爱恋她 结果她却有了 其他的女朋友 可是就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再去 见到其他的男生了嘛 我们就不再恋爱了嘛 相信你们依旧 会勇敢地爱下去 去寻找那份自己 更好的你 找到那个更好的男生 所以今天我站在了这里 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你 才让女嘉宾们 相信我 给我一个机会 还你一个奇迹 我注意了一下 2号留灯的时间最长 最后关头是什么 让你放弃了 就是说 其实有感动我的地方 其实我这个人 不是很容易被感动 但是因为有太多 相似的地方了 包括我们也是在做 就是互联网上面的应用 还有什么相似的 然后就是有特别 特别苦的时候 然后有那种就是 有一段时间 根本没有时间 去想感情的时候 就是过来了之后 就是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有共鸣的地方 但是一个可能是 就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应用 现在是杀手机应用 它不代表它永远是 杀手机应用 如果有一天 我敢说你肯定是 依附于要不就是苹果 或者是安卓 这两个系统上 哪天他们把你们 全部拿下来的时候 你面对着你的事业 和你的感情 你会怎么选择 你只有26岁 可能在这条路上面 你可能需要就是 有更多的精力 你才知道说 以后的路 怎么跟一个人 一辈子走下去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来 我问你一下 你跟他差几岁 沈思 我29岁 好 如果这个人 你看上去感觉还OK 但是这个人 他是处于 事业没有你做得好 是属于一个 上升期 对对对 你知道我要问你的问题吗 我再换一个表达 好 来一个男的 他的不要说上升期 乐嘉把他描述为上升期 我说你看到他 他的生意 事业一辈子 就这么大出息了 最多也就开个 三五个人的公司 这公司忙一年忙到头 也就是比人一份高管 打工的钱差不多 养活这么三五个人 就这么个小个公司 但是这个男的很有魅力 很迷人 性格很可爱 你很喜欢他 但是他的事业 恐怕一辈子就这么大了 你会喜欢这样的人吗 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吧 好 这个比喻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男性 他很成熟 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他做 就是说他在他自己 想做的事情上面 做得很好 可能他每天骑自行车 我现在天天开宝马 我可以把宝马停下来 我站下来 我坐在他自己车上 我可以在那儿笑 就这样 好了 什么都不要问了 有答案了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三位老师 没事吧 再见 再见 二号女嘉宾对我说了那么多 我觉得他的很多建议 都是很中肯的 但是他毕竟对我 可能还没有一定的了解 他所说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创业的人 在路上的人 能够感觉到出来的 并且我跟他有一些的共鸣 第二段的灯灭的特别多 大家可能有一些觉得 我是为 其实为了某一个女生来的 所以说大家把我的灯 都给灭掉了 那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 还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感情 虽然结果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我相信我会在自己的感情 这条路上会一直走下去 你做了167 从来没过如此的活动 我对你要是亲切的慰问 脑子我就糊涂了 那门为什么不开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姚少华 来自香港的 现在在上海工作 今年30岁 莫菲老师 您好 洛乔老师 您好 王老师 您好 台上24位女嘉宾 您好 姚少华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她在看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有几个女嘉宾 面露娇羞之路 感觉好像有吗 24位女生 对姚少华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3号 挺好的 挺好的哪儿好 泰国姑娘 对 这个 听不懂 她脑子有点拖现那种 说说对她的印象 就像我爸爸 挺好的 像她爸爸 她是说她 她是说她 我像泰国人吗 不太像的 我爸爸也不太像泰国人 但是 真是纯泰国人的 但是 真是纯泰国人的 然后 但是我爸爸戴个眼镜 然后 但是我爸爸戴个眼镜 把手放在那边别拿下来 戴眼镜的样子 我再看一眼 你肯定是特别地喜欢你爸爸 对我爸爸是个好 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好爸爸 特别好的爸爸 特别好的爸爸 等等 等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姚笑娃 来自香港 我现在在一家外资的 私人飞机公司里面工作 十年前我在澳大利亚读书 我的专业就是航空 也同时拿到澳大利亚 专业飞行员指教 大家还记得八九年前 香港有一套电视剧 叫《冲船云笑吗》 里面的飞行员跟我一样 都是在澳大利亚这边培训 当我从澳大利亚回来之后 我觉得当飞行员 经常要飞来飞去 我觉得真的有点累 所以我比较觉得 在地面当一些托管管理工作 比较适合我 有可能大家对线飞机 有一种非常隐秘的感觉 但是它可以在你们身边 已经出现一个不小 可是是电影里面 《飞行512》 苏琪当空城的 就是一台线飞机 线飞机跟一般上航航 航航最大的分别以后 你大概可以10分钟 到15分钟之前到机场 下飞机拿下你的行李 就可以走 还有可以垂直改变你的行情 我问一下 就是你发现国内的这些客户 买私人飞机和国外的客户 在买的时候有差别吗 国外跟国内的老板 最大分别就是国内的 他要飞机一定要大 好像是比方说 如果你去的地方 好像是即使国内 航行大概一个两个小时 他就最大型的喷气机 他觉得买大的有面子 对对对 乐老师咨询这个问题 是为你下一步买飞机的时候 先问一下是吧 我努力 其实我要买的话 只要买一个 两人坐的飞机就行了 我来开 我带着你熬游就好了 就是买一个私人飞机 好 拖牛 提前10分钟到那儿 拎着行李上去 下来这种东西就走 不用等什么提前去 什么办登机盘什么特别快 但是我不太懂啊 你目前现在国内的这个空管 那个什么流量控制这些东西 你那飞机不是你想飞就飞的吧 你还得等流量控制的时候 你不受限制吗 没有 限飞机它本身是自己有一个 另外一个小的限飞机机场 还有空管 你起飞有这个优先权的 所以通常比方 哦 四元飞机有优先起飞权 对对 如果比方你平常 你在那个上海出发呢 有可能在空管 可能等两个小时 但如果 以我经验来说 好像是大概10分钟到30分钟 空管就可以离开 赶紧呗 以后 我有 以后带着你走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是学飞行专业的 应该是非常喜欢翱翔的感觉 那是什么原因会让你 从飞行员转到做管理 仅仅是因为累吗 其实很多飞行员 他的生活真的很累很累 他有可能一个月的话 有20天都不在自己的家 所以我比较喜欢在地面那边 当那个管理的工作 那现在的工作呢 是会比较忙吗 大部分时间在地面 但是我觉得蛮有挑战性 所以我比较喜欢在地面这个工作 难得11号举手 来 郑孝美有问题吗 谢谢 你好 男嘉宾 原来我想当空中小姐 我想问一下 那个死人飞机怎么照片 空中小姐呢 如果真的你那么美的就可以当了 都会说话 好 我们来看他下一条短片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香港回到内地 想非常无聊的节目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香港没有类似的相声节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香港的女生总是很恋人的 要求人家就是 那些男生 你拿局吧 我真的不想想 但我不想听到女生经常这样说 我很累的时候 我觉得能够 她帮我拿一些主意 但是那些女生 给我个感觉就是很独立的 我现在已经上去睡了 我觉得在我的经济基础 还有人机关系 已经发生得非常好 另外在性格方面 不要单纯看我 外表好像是很混合 但是我的内心 是能够做出很明智的决定 不理想医生人 由于在A与B中间 不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 所以我相信就是 能够吸引女生的 一个最大的优点吧 你对于内地的女生 有很大很大的误会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 可能会认为 香港的女性的独立性 会远超过内地 跟你讲得完全相反 但是如果你到香港 生活一段时间 六个月到一年时间 你就会假决有多 是不一样的 那我会把同样的话送给你 如果你在内地生活半年时间 你在这个台上 随便跟一半以上的人 接触了一个月时间 你就会知道 他们有多年人了 这个就是广告词说的 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5号 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喜欢独立的女生 可以有时候帮你做决定 那你又是一个 可以做明智决定的人 万一有什么事情 你们两个的意见 发生了分歧怎么办 说得好 怎么解决 我先听她的意见 然后把我的意见说出来 如果她真的明白我的 她会不会听 有时候我也不太能够做到 非常明智的决定 所以有时候我也听她做的 那最后怎么办呢 两个人都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可还是不同 好 好 女生是学校的 所以我最好听她做的 谢谢 那跟她的下一条朋友采访 大家好 我们是姚少华的香港同事 大家好 还不太认识姚少华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次 我在Pentry那边 想说要喝杯茶 然后就在家里上面 看到一个杯子 然后上面写说姚少 然后我想说 行了不要脸 叫自己做姚少 因为是少爷的意思 在香港 再转一转 原来是一个全名叫姚少华 原来是她的朋友 为了经验她 然后就送她一个杯子 全名的 她是非常尊重 我从来没有见过 她的一个人像他 他爱做声音 但是他不认为 他有同样的声音 在每个文化 他想要试试 Russian 美国 所以我们有 Russian operators 叫人 他们说 我从Russia 但是他们说 我从India 或是 我从America 什么类型 你需要 你不可以做这个 再见 有意思 要不然你分别用 学一学韩国和泰国口音 英文吗 随便 反正我听不出来 你就用韩国和泰国口音 说一说 韩国 你好 这是韩语 没有什么他的分点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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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他朋友说的是对的 10号 刚才你举手 刚才我想问男嘉宾 就是说 您作为一个香港的男性 然后到我们内地 来选择女朋友 那你成长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 那个文化背景呢 是那个中式的文化 和英式的文化都有的 然后我们这些女性呢 就是全都是 大部分都接受的是 内地的这种文化的教育 那你怎样看待 我们两个这个文化差异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其实我在澳大利亚读书 然后在香港工作 其实我跟很多国内的人 一起读书 一起工作 所以我觉得 他们没有什么特大的分别 好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学历 灭掉发展灯回来 谢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现在是1号 10号 24号留着的 要再灭掉一个 有请10号 24号 我们来看姚少华的心动女生是 11号 郑孝美有请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的十项基本资料 你看一下 选一项 我会选4 做家务的能力 好的 来看三个女生的回答 10号 家务都能做 喜欢做家常菜 尤其擅长清蒸鱼 11号 大部分都会 但是不太喜欢做 会叫终点过来整理房间 韩国的家常菜一般都会做 24号 基本家务都会做 烧菜味道很好 尤其擅长东北菜 好 选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继续了解 其实我在香港工作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就是 经常要去不同的城市 好像是现在我在大街上海 有可能再过半年之后回到香港之后 有可能去北京 之后有可能去马来西亚 基隆坡 我当时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经常出差 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 你会愿意跟我一起吗 我觉得这是你的工作 男人应该以事业为主 如果我成为你的妻子的话 我应该会体谅你这些 我也觉得其实在工作上去出差 没什么意见 但是我希望如果我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常常出差的时候 关心我 比如说出差之前给我写信 或者常常打电话是这样的 谢谢 10号 其实反正自己一个人都这么久了 我可以接受我的男朋友 不是时常陪在我的身边 但是他只要有各种各样的暗示 或者是明示 让我知道他的心里有我 他常常在挂念着我就好 谢谢 好 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请坚持选择正笑美 心动女生有可能会拒绝 你独自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个 想清楚你最后的决定是 我要决定 我自己走前她 可以 直接上去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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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年在那里唱二人传的时候 有想到会被一个香港男人带走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谢谢你 老赵老师 恭喜她们获得了 娃娃娃营阳外界幸福健健提供的 爱情海之旅 恭喜女嘉宾获得了 奥商鞋也特别提供的 时尚水晶鞋作为爱情基点 再见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一些独立 其实有自己能够 教育过自己能力的女生 我觉得你发给了个感觉 就是能够教育自己 你呢 我确实是符合男嘉宾 对女性比较独立的这种要求 那我更欣赏男嘉宾的就是 我的所有朋友都知道 我喜欢会开飞机的人 那他们 我觉得他们又聪明 手脚协调能力又好 另外呢 我觉得男嘉宾身上那种 温文雅的体质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希望我们今后 能够更好的沟通 谢谢大家 看到他们的幸福牵手 都为他们高兴 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三位老师好 赛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刘富荣 今年28岁 来自北京 谢谢 刘富荣 欢迎你 看看对面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22号 对她的印象 因为我是天津的 然后她在北京 我觉得距离不是太远 再一个 我觉得她看上去 她会比较有安全感 是长得丑吗 而且是身材 我觉得她应该 应该能够保护我 但是有的时候 一些女孩把说 把谁说长得有安全感 对对对 对 会 她会这么说 就像说 你长得很着急啊 什么什么这样的话 好的 我们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刘富荣 今年28岁 现在在北京拥有一家 自己的健身教练培训学院 上大学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了教学工作 这个也许是因为 我上的是师范大学 那我骨子里边 可能会存在一些 教书育人的潜质 在09年的时候呢 决定创业 并且创立了现在的 健身教练培训机构 在五年之内呢 我想我不单单是做这个 教练培训的工作 我还想把这个健身的产业呢 一体化 操作一些这个更大的 一些体育产品 体育赛事 包括健身的一些搭会 之类的东西 作为一个教练的培训老师 必须首先把你自己的技能 包括这个外在条件 一定要达到的非常好 在教学以外的时间 我都会去进行一些练习 比如说这个器械啦 还有一些游氧舞蹈 踏板操 国际操 游氧拉丁 然后普拉提 包括一些这个单车的训练 你最后的那个动作呀 特性感 我就想看看14号要做出来 应该很好看 我没有要你出来做的意思 我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17号 男嘉宾 你可不可以在现场做一下 刚刚那个动作 你可以跟他说 你说你求我 我就做 你求我 我就做 你求我 我就做 又想看 你还不放低点身段 好吗 那我求求你吧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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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就是知道那个词 好像还不够 就是刚柔病激还不够 看起来特别阳刚 但是他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真是 好 来看他的情感经历 我有两段感情的经历 第二段是在我工作以后 我们是在中午 因为异地恋结束的这个第二段感情 但是我在晚上的时候呢 我觉得不管我心情再怎么样不好或者好 我都应该把我这个健身教练这个角色扮演好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的这个健身教练呢 特别的活泼 特别的开朗 或者特别的好动 其实我在台下 就是我没有在受课的时候呢 特别的安静 我可以在家里边静静地待一天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东西 思考了很久 才发现原来缺少一位行动女生 我的理想女生首先应该是 善良 顾佳 孝顺老人 外表呢 文静一些 但是内心一定要混合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内心不是特别混合的人 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给大家可以互补一下 8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刚看VC阿林 你说对女想女孩的要求是8个字 外表文静 内心活泼 我是想问一下 内心活泼的女孩子 你觉得我认为一个内心活泼的女孩子 她肯定会表现于外的 因为她内心是张扬的 她活泼 她想跟外界的人有更多的接触 我所讲的8个字的外表文静 然后内在活泼一些 是她在生活当中 可以跟我一起调侃 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 其实说实话我不太懂幽默 所以我想有一个能 她能把我的情绪 可以调动起来的这样一个人 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互补 如果两个人都比较闷 那我觉得肯定走不到一起最后 或者说两个人都特别的张扬 她也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她的朋友采访 她这个人平常工作非常热心 然后对待我们同学 也非常的认真负责任 那我在这里挺她 但是我最近发现她最大的一个缺点 也是我不可以容忍的 她自己偷偷报名去参加 《非诚勿扰》的节目 但我想如果我们两个人上的话 上的一定是我 就说一下刘哥的缺点嘛 这人平时挺奢侈的 35块钱的鞋 白球鞋 他能买气床 这个人脸皮薄 对女生的话介绍美女生为脸红 祝梁老师介绍成功 创为表演 3号 男嘉宾 你好 在你的VCR中 看到你都是特别喜欢健身 你有其他爱好吗 比如说你喜欢音乐吗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教育者 我非常喜欢音乐 如果作为一个健身教练 他不懂音乐或者不喜欢音乐的话 我估计是做的时间太长 那我特别喜欢音乐 而且我在那个回家的路上 或者是这个 平常都会把耳机带到 带到我的耳朵里边去听音乐 这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爱好呢 就是可能平常也会去打打台球 或者是打打篮球这样 好 喜欢音乐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面掉 三盏灯回来 我们现在来看刘富荣的心动女生 四号 张爽 四号 张爽 好 张爽 很特别 很久没有人选生活照了 来看一下15号 4号 20号 看上去是一个人吗 还满意吗 满意 好 提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我想问一下三位 如果是在一家公司工作 那你们的学历 包括能力以及阅历 跟其他所有的员工都一样 那在开薪水的时候 结果人家是9000 然后你是8000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你会怎么做 那我觉得可能 人家某个方面就是 有个特别的长处 就是比我做得好吧 可能就是 可能是因为这个吧 好 谢谢 4号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在乎这个薪水是多少 我会很珍惜人家给我的这个机会 其实在我进 我现在的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的工资也不是很高 包括现在也不是很高 但是我珍惜的是这个机会 我能证明在接下来以后的 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能看到我的能力 谢谢 20号 我觉得你说的是能力一样的话 时间久了 大家都会看到到底谁是有能力的 工资自然会加了 谢谢三位 好 听完三个人的回答 要做出最后的选择了 坚持选择4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独自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个 我还是坚持4号 两位请回 我先走两步 争取一下 从一上场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你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会给你下半辈子的幸福 太有感染力了 好 4号 首先男嘉宾很感谢你 能够欣赏我 但是我相信我的感觉 我觉得我第一眼 没有跟您有触电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想欺骗您 真的 我好意思男嘉宾 谢谢 大千世界 要找到一个一眼就触电的人 多难了 好 很遗憾了 再见 其实刚才对于三位女嘉宾的回答呢 我个人感觉都不是特别的到位 也不是我心里边所想要的 但我实际上提问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想了解一下 我也想让我的另一半 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在工作当中 工作当中都有一个坚定的立场 所以如果她这个立场够坚定的话呢 她一定会去争取这个属于她的权利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我们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160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 步步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在这里追求你们的幸福 报名方式 可以通过江苏卫视的官方网站 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卫视 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赞助 感谢收看本期《非诚勿扰》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